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节目由90玩具 Porto Store 赞足播出 有玩PTCGL的线名 可以到Porto Store购买序号 输入代码SKYLINE 可以享5%折扣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天线 今天带来的是微量八升 原本莫文的单卡 突然水涨船高 好多人在放 究竟什么原因都会在这个袋里面说明 上星期提过龙属性的球雷姆 因为下一单的卡片有了正常的机会 这星期要来介绍一张 鬼角鹿V 那么在进入主题之前 还没订阅的帮忙订阅下吧 会员机就开启了 若想提前知道大量发射的卡片 可以加入来观看婚姻新听文章 鬼角鹿V HP220 无属性基础宝可梦 特性开拓之路 在自己的回合 当从备单区将这只宝可梦放置于战斗场时 可使用一次 选择记忆的场上宝可梦 身上附加的任意数量能量 改赋于这只宝可梦身上 招式屏障猛攻三无可以使用 造成这只宝可梦身上附加能量 乘以40点伤害 1.洛奇亚V star 由于喷射能量的加入 近期有一种洛奇亚V star逐渐兴起 全采用无色的特殊能量 也就是训练家们俗称的 纯落或纯白落 喷射能量一方面 可以解除深度睡眠的卡比兽 另一方面可以用鬼角鹿V 补足这部牌以往缺的爆发 在这之前的纯白鹿 只有潜在王V这个选项 现在有了鬼角鹿V 就多了一个瞬间爆发的可能 听起来很一般 但你可以想象成 鬼角鹿V 担任了这部牌 班迪拉斯V的位置 其高版本的关注也正然就上升了 2.治疗能量 附有这张卡的宝可梦 不会睡眠麻痹混乱 已经受到的睡眠麻痹混乱 全部恢复 未来只要遇上这三种 最恼人的特殊状态 只要一颗能量就能解决 而且还不限制贴附当下才解 你有想到配什么了吗 没错就是卡比兽 有了治疗能量 就能让卡比兽每一盒必定打出180 也减少了喷射能量的需求 虽然这辆能量不是直接搭配鬼角鹿V 但让卡比兽能持续输出这点 让纯白洛奇亚制造牌上升了一个档次 3.攻城CL 光是喷射能量登场后 近期日本的攻城CL 16强就有三副纯白洛奇亚脱颖而出 且最高的成绩有4强 少年组也有两副8强的纯白洛 相比以及洛奇亚在16强中的数量为4副 纯白洛奇亚的上卧率 可说是紧逼一起洛奇亚 以上这些原因 让鬼角鹿V有了重生的契机 另外像是上星期提到的 弗烈托茨叶克斯 如果想玩超属性构筑的话 也可以把鬼角鹿V 当作不同弱点的打手 好啦 今天的介绍 你有觉得漏掉什么吗 欢迎留言带在这讨论 喜欢一本的话 可以帮我按赞拜托 新观众也记得订阅支持哦 影片结束 掰 啊对了 就像前面讲的 卡比兽也会因为质量能量引发关注 但我不想多拍一部片 有看到这里的就自己斟酌吧 我们下期再见